郭培凡議員,五分鐘 另一方面,我上次在公務小組時,都有提問到關於工程期間,這些產生的泥頭會否影響張君澳的問題 當時官員說會盡量安排由水路運輸 但我的要求和居民的反應是他們希望全部這些泥頭都是經水路運輸 而不會令張君澳的交通問題進一步惡化或污染環境 所以我想這裏,主席再進一步澄清 是不是這個隧道的工程期間產生的泥頭是會全部經水路運輸去填料庫的呢? 謝謝主席 副部長 請多力通知措施署的同事 謝謝主席,多謝郭議員你的提問 其實我們在做工程,如果我們要100%所有都要經過水路 可能在技術上其實未必做得到 因為有時候如果有一些地方,譬如說產生出來一小量的泥頭 我們其實就要按實際的情況,來看看怎樣運輸出去 不過有一件事,我們可以保證的,我們真的會切實 來盡量將工程項目裏面產生的泥頭,用海路運輸出去 盡量減少對當區居民的影響 多謝主席 主席,我希望今天可以通過,令隧道盡快動工 謝謝主席 好